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輝,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甚至告訴我們逆境都是有它的意義 很多的聽眾朋友會寫信給阿輝,問說 到底這些人是天選之人嗎?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機制? 為什麼痛苦的事情在他們人生當中可以開花? 可是痛苦在我的人生當中只是阻礙呢? 今天我請到我非常敬佩的葉樹山,是我們資深媒體人,也是我想稱一聲樹山姐 我一直算是她的觀眾聽眾跟粉絲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請到樹山姐來跟我們談談 那這次談的不只是媒體的專業,而是這一段時間 看起來這個樹山姐在自己的人生上面有了很多智慧的分享 我們先來歡迎一下我們的葉樹山,樹山姐你好 慧文好,阿輝好 阿輝好,是 過去啊,大家眼中的您都是非常完美 然後非常的認真,什麼事情都是做到100分喔 那您現在的生活境界,看到您跟大家的一些分享 又到了一個新境界,是一種收放自如喔 然後您說過逆增上緣對你的意義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是什麼樣的歷程呢? 我們真的覺得說,哎,您這樣完美的人也會有逆境嗎? 哈哈,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挑戰吧 好,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就是莫名其妙捲入很多官司的時候 呃,我的律師就開導我,因為我就很沮喪嘛 我說我沒有做錯事,好,我也沒得罪人 我一向與人為善,那為什麼會奇奇怪怪事情找上我 我莫名其妙背上很多奇怪的這個債務這樣 那時候我們的律師就跟我講了一句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功課 像有些人會生病 你看我們常常聽到很多人分享他怎麼樣 呃,去克服他疾病所帶來的挑戰 他要重新展開他的新生活 在我過去訪問很多很多人 他主要的挑戰來自於疾病 那為什麼會有疾病?那就包括他的個性 包括他的這個生活的方式 當然包括高壓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女性 像我們這個時代或者是在下一個時代 大概對自己的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從小可能學業也是順利嘛 一般人叫我們叫學霸 我都覺得我覺得學霸有點恐怖 但是可能會考試吧 所以就是對很多人講說 你看你念北一女啊 你念台大呀 後來又進了中廣啊 進台式 好像平步青雲又得了這個 什麼金鐘獎啊等等 都覺得你很平睡 但這過程中一定有很多的波折 那我剛講的有些人是因為疾病 他帶來很大的挑戰 那你的挑戰呢 那你的挑戰呢就是來自一群 你根本本來並不認識的人 可是這些人糾纏著你 那後來呢 當我在念了一些這個 佛學的一些書籍之後 我就越來越相信 以前我們都說因果因果 都覺得是現世的嘛 你很難講 這些叫做累世 每次我以前在天 什麼累世夜報啊 什麼冤親債主啊 我都覺得啊 你不會吧 可是後來我越來越相信 就是前世 你根本不知道你前世是什麼 但是你前世的某種的因緣 造成你現在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記得我後來終於放下身段 跟主要找我麻煩的人 坐下來好好談的時候 我跟他說 我不管前世啊 跟你是結了什麼樣的惡緣 如果今生 我們可以透過金錢 因為他一直要求就是 叫所謂和解嘛 要賠償賠償 那我認為我一毛錢都沒欠你 我幹嘛給你那麼多錢呢 但是後來我就重新轉過來 心裡想說好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透過金錢 透過一個金錢的解決 然後把你的怨 累世的怨放下來 我們把累世過去結的這個惡業 大家都放下 我今生給你結好怨 你願意嗎 他立刻說願意 那我想說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你要先勇敢的跨出第一步 那提到這個逆增上緣 我倒覺得有幾句話 因為我覺得我很幸運啦 因為採訪的關係 或者是不同的這個緣分 我跟幾位佛教界的宗教師 都蠻有緣的 他們都給我很多的開導 我先舉一個小例子好了 我還在台式的時候 那在主持早安您好嘛 那當然主播主持人 就要跟背後的團隊 尤其導播做很好的配合 那那天就跟這個導播 不知道為什麼 就意見不合 那到ending的時候 結束的時候 我說要take什麼畫面 比方說我們附近 台式的附近 也要take個東華南路的畫面 還是什麼 他就給我偏偏take另外一個 就故意找我查 我氣一個半死 想說高什麼 回到家 一翻翻到正言法師的靖思語 他就說 你要感恩那些扯你後腿的人 因為有了他們這樣扯後腿 你才可以練就腿勁 我當時黑暗想 扯我後腿勁 我感恩他 可是他就想想 也對呀 他一直拉你拉你 你必須要掙脫他 所以你把你的腿的力量也練出來 這是第一個逆增上緣的例子 第二個呢也是 正言法師說過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顆鑽石 這個鑽石呢 通常外面都包著 你是看不見的各種的 它的這個成分 它的這個化學成分 石頭的這些 還要去磨嘛 那你要磨這個鑽石 要靠更粗更粗 叫粗粒 粗粒 那個殺粒的粒 你要用很粗的 很粗的沙子去磨 這個鑽石才會光亮 Polish 才會光亮 可是好痛 可是好痛 沒錯 可是你不痛 你怎麼 你怎麼發光 很多人我們看到光鮮亮麗 它背後付出的努力 我們看不到啊 它被這個石頭 被粗粒在磨的時候 我們看不到啊 那另外呢 法古三的創辦人 聖言師父 他也常常 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 跟我開導 逆增上緣 那個時候 我在中式 透過點登基金會 然後跟法古三這邊 合作了一個 不一樣的聲音 與聖言師父對話 會請各行各業的精英 跟聖言師父 談不同的主題 那我就記得 聖言師父 他真的 每一次 要提到人生的逆境 因為人生不如意 是十之八九嘛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困難 挫折跟打擊 但他每次提到 要開導這個 受訪者 你就一起來參與 討論的貴賓的時候 他都會轉過頭來看著我 因為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事 會轉過頭來看著我 然後說 逆增上緣 有善緣 有惡緣 如果是惡緣 你有辦法把它轉念 變成增加你力量的 善緣的話 那就叫做逆增上緣 所以我常常 你看我們初衷的時候 是不是初衷啊 應該是初衷吧 就會背馬 故天將將大任 於私人也 必先惡其提布 苦其心志 你想想有道理 最後什麼 最後那句話我真的很喜歡 爭議其所不能 就是你原來不會的 你覺得你做不到的 但是透過的這些磨難 不管是餓啦 餓啦 餓其體肤 餓其辛苦 苦其心志 透過這些餓啊 餓啊苦啊 爭議其所不能 你過去不會的 你現在就會了 想想一個道理 所以你轉念念 感恩你生活當中 各種大大小小不同的挫折跟磨難 它都是你的逆增上緣 讓你更棒的好緣分 這樣的話 心境一轉 自然就會比較開心 而不會整天轉在說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 我怎麼那麼倒楣 你反而要講 感恩啊 好幸運啊 又來一個磨我的機會了 好 我會更好 我覺得這個轉念還蠻好的 可以平常練習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像剛才你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說 這真的是 如果能轉過來 差別非常大 因為 在這種所謂逆境 或是 感覺在打磨的時候 一旦心有不甘 我覺得就什麼事都做不成 就是心有不甘的時候 像我自己的經歷 或我工作上看到一些經歷 心有不甘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 繼續糾纏 繼續製造更多的 拉扯的方法 這是身不由己的 那但是 這個轉念過來 我想問一下 那麼 我們 我們如果 某某隆隆的開始知道 比方 這是一個逆征上緣 可是我們還沒心境 還沒完全轉化到 那裡的時候 可以實務上做的 是 應該是說 好 例如昨天我跟我一個朋友 他正在某種逆境當中 然後他的導師 就告訴他說 他說他不知道要怎麼做 他的導師就告訴他說 當你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候 你就什麼都不要做 好 所以我這個朋友 就想說問我 他說我是做心理治療 他說 那他現在應該是什麼都不要做呢 還是說 他要更積極的去找這個 糾紛 就是說 有一些讓他不愉快的 衝突的關係裡面的人 繼續去很積極的去協調 去談方法 要用正面的態度去看他 還是他什麼都不要做 就放著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遇到困境的時候 當事 當局者 很困惑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當我等著說 我要等這個磨練 假設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是 石頭 我在裡面被磨磨磨磨 有一天我的切割面 會更完整 我會閃亮 在等的時候 我們應該做什麼嗎 我覺得這有兩個層面 就像剛講 什麼都不要做 什麼都不要做 是一種 讓你冷靜的過程 你不可能什麼都不做 因為麻煩會找上你 你什麼都不理會 什麼都不管 你什麼都不去 試圖找到一些抽絲剝繭 找出一些解決方案 這些麻煩只會越來越糾纏 所以所謂我覺得 當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時候 先都不要做 我覺得是一個冷靜 就是你先把自己先平靜下來 因為人在憤怒不平的時候 你很可能會做出一個衝動的決策 所以先把自己心靜下來 之後等你自己有足夠的準備的時候 所謂的準備是你心理上的準備 因為你已經面對這個事情了 所以為什麼射言法師說是他 你一定要先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放下他 所以你剛剛講 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可能就是一個面對 你不能逃避 你就先面對 好 這是我現在必須要解決 或者可能來考驗 我考來了這個時候 接受 因為你還是有很多不平 為什麼是我 憑什麼 他是他做的 好 當你陷入這個憤怒情緒的時候 你可能做出來的決策 也是衝動的 可能不夠明智 可能會有後患無窮 所以當你所謂什麼事都不做 可能就是來面對跟接受 讓自己有一些準備 平心盡氣 接下來就是要面對他 接受他之後要解決 要處理他 處理他 處理他 我記得每一次 師父們都跟我說要有智慧 我以前都會反問 什麼智慧呀 這裡面我根本看不懂 怎麼回事啊 我沒有智慧呀 其實所謂的智慧 應該就是 你試圖從蛛絲馬跡 或者各種解決方案裡面 找出最適合你的 好 處理他 處理他 用寬大的心胸處理 之後 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才放下 所謂放下就是 不計得失 不計成敗 你畢竟曾經努力過了 好 我想大概是這樣 所以什麼都不做 應該 我個人覺得 以我來講 什麼都不做的話 應該都是 讓自己先冷靜下來 像 我們這種 牡羊做個性的人 常常會衝動 所以我先慢慢慢慢 大概知道 怎麼去調 通常 最簡單的 第一個條法 就是一憤怒一生氣 好 趕快深呼吸 然後該罵的 不要罵出來 吞回去 走開 離開那個是非圈 或者那個是非的 把那個點 先走開 先平靜下來 這個時候就是 什麼都不做 否則以前就是 吵開來嘛 衝突嘛 直接 直接蹦 直接就吵起來 或者是直接就槓上 那現在就 所謂 什麼都不做 就是這個 真實性的 讓自己心靜下來 讓你腦筋清零 讓你頭腦清零之後 很多的方法 就會浮現上來 是 非常感謝您跟大家說的 這個部分 我接著想 問一個問題喔 嗯 我在想像 像您 如果說 嗯 我看到其實 我應該稱一聲學姐啦 就是 欸 對學姐就是 嗯 我想以您的經歷 應該蠻習慣 至少在 過去應該很習慣 用能力 來面對挑戰 包括說 不管您提到說是 呃 學歷啦 工作經歷喔 然後您在團隊當中 這麼久的經驗 呃 也許思考跟 能力或邏輯 也是您 很熟悉的一個方法 但如果遇到 人世間的一些 呃 好吧 所謂逆境好了 我不知道您有沒有過 覺得 有些人他 他其實是 從我們的眼光看起來 他是沒有道理的 或是你會覺得說 欸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那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是對於 習慣用理性跟能力去 面對事情的人 我不知道 特別是女性吧 我覺得有一種 特別的挑戰 就是說 其實 其實我是對的啊 事情這樣是應該 可是我卻 遇到 很像 呃 講不通道理 或者說 覺得他 沒有站在 公平的方式去思考 也就是說 你看到很打劫 也甚至很 在我們的眼光 可能會有某種 呃判斷啊 當然當然我想 以佛理來講 這是不應該有的 我們有分別心 覺得自己比較優越 才會覺得說 其實別人是錯的 可是遇到這個時候 是不是那個心境 如果不能夠放開 跟謙卑的話 我覺得那會形成一種 很難做到 剛剛講的那個面對 跟接受或方向 因為會覺得說 那就是在說服他 事情照對的方式 做就會過去 我想很多朋友 卡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對 蘇珊姐而言 這一定有過 一番的轉折 因為我所有認識的 有能力的人 女性 在這個成熟的轉化上 都有一番 很特殊的經歷 我很想聽這一塊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讓大家也準備一下 回顧一下自己的人生卡關的地方 我們很快回來 是 呃 不知道我剛剛問的問題 蘇珊姐可以給我們一些指引嗎 我不敢指引 因為 我們是很棒的心理醫師 我覺得你遇到很多 各種不同的狀況 你要試圖從 你的 病人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從他們的角度 去幫他找出一個解決之道 這是很棒的 那我並沒有這個能力 因為你剛剛講到能力 我們很習慣 要用你過去累積的經驗 能力知識 去解決問題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些人是不可理喻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呢 我可以舉一個小笑話好了 其實就是我 我有曾經四年做過政務官 這也是誤打誤撞的 反正是一個人生很特別的經歷 我現在是把那個抽屜都關起來 我都不太會去回想那些事情 也就過了嘛 不過呢 我就回想起 我在議會裡面被質詢 因為以前我們做採訪 做採訪的時候呢 最喜歡看到 我們跑立法院的 最喜歡看到官員被立委修理得很慘 或者中間來會有唇槍舌劍 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新聞嘛 才有報點 精彩的對談 或者甚至兩個人互罵啦 什麼等等 那到了台中 當文化局長的時候呢 我也要進議會 那我就記得呢 有一個資深的官員前輩 他就跟我講 他說 我跟你說 那個質詢 我都有點怕怕的嘛 他就跟你說 那個質詢 他在講什麼 你就左邊耳朵近 右邊耳朵粗 然後呢 要做出 要點頭 做出那個理解 受教的表情 我心裡想 好虛偽 我當時心裡想 怎麼那麼虛偽 幹嘛要這樣 那後來呢 當然就 議員們 我這個從台北來的嘛 當然 一開始要給給下馬威啊 什麼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遇到一些 不可理喻的質詢 就是有位很年輕的議員 他有 他們質詢時間是15分鐘 他就從頭到 一直嘛一直嘛 他根本不給你 任何解釋的機會 然後到最後呢 他時間到之後 最後他就撂下去 你也真子啊 然後我就覺得 我當時 現在的質詢都會有轉播嘛 然後我就做出一個那種 不可理喻 然後那種翻白眼的表情 我根本沒有時間 可以可以 會打詢啊什麼 後來我也很生氣 我心裡想說 你在指什麼詢呢 你根本空洞的 然後你根本就誤會 你不讓我解釋 那後來就有人跟我說 哎 你們想過啊 議員 他這個會期當中 他就只有那幾個質詢時間 他不這個時候表演 他什麼時候表演 那 這個是他的表演時間 你就讓他perform嘛 那你就搭配 你就搭配 可是我以前不行 我以前 如果被誤會 然後他的那個質詢是誤導的話 我會 極力的 一定要當場 這個要解釋清楚 我就會舉手 我會舉手 跟那個議長說 我一定要回答 他議長每次說 坐下啦 坐下啦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回答 他們那時候說 你幹嘛那麼執著 我說因為你不回答 他就誤導啦 然後你書面答 書面答 我說誰去看書面啊 你現在已經Live都播出去 而且晚上還會重播 我一定要回答 這樣我那時候都有這樣堅持 可是我後來越想越想 是啊 他要表演 你就讓他表演啊 他是主角 那我們這些習慣當主角的人 一下變成配角 而且被誤會的配角 當然是很不樂意 很歐啊 會非常的歐吧 非常歐 對 可是問題是 那你在想 他也很可憐啊 因為他沒有別的好 他只好靠說 你辭職吧 你再見啊 你很爛啊 只能靠這種方法 叫囂式的 那你面臨那種類似 泼腹罵街的 這種質詢 如果你再捲進去 你不就跟他一樣等級了嗎 所以後來想 是啊 你現在街上 看到有人要不亂吵架 你會跑去勸架嗎 不會吧 就會從旁邊走掉 因為他們都失去理智了嘛 那你遇到 失去理智的人 還試圖用理性 去跟他溝通的時候 真的是製造麻煩 所以後來我覺得 我在看很多事情說 我可以有選擇的話 那我就是選擇 用不同的方式對待 比方說這個人 現在陷入某種的情緒 然後你覺得他已經很難用理性溝通的時候 也是一樣 先什麼都不做 先讓他放在內 讓他自己 自己先恢復理性 那還有一種就是一樣調整心態 我記得有一位很有名的夫人 他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生 那因為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某種的堅持 或者個性吧 他有一次就講啊 我說他的先生有的時候 因為對外形象非常好嘛 可是可能在家裡有的時候會有些小事情啊 然後就找麻煩啊 或者是怎樣 他說我這個時候就把這一位 外界看來得高望重的這一位前輩 我就把他當成像孫子 你會跟一個三四歲的 吵吵鬧鬧的孫子計較嗎 他就這樣回答 我說可是他是你先生啊 然後你這樣被對待 你覺得不會覺得不公平 他說我這個時候忽然 忽然我的腦海當中就把他化成了一個小孩子 就是一個小孩子在屋裡取鬧 所以呢我就一笑置之 我說你好厲害 馬上可以這種時空轉換 他說那怎麼辦呢 你要隨著他起舞嗎 他是出現負面情緒的時候 如果你跟著一起 被他的負面情緒給攪動 你就自己受損了 何必呢 所以你就既然你是一個 維持正面能量的人 這個時候你不要受外界的負面能量影響 你要保持自己的心境的開闊 所以你不管把對方當成是破腹 他當是無力取鬧的小朋友 或者當一時發作的 這個暫時失去理智的一個人 你用很多方法避開 絕對不要跟他做正面的衝突 因為那個時機點不對 時間不對 這真的也是智慧了 而且我聽出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需要做到的事情 是不是要放下 對自我的一種執著 我不知道真的能不能 是不是像所謂的我執 但是我解釋一下 我覺得這個難處在於 或者這個高超之處在於 當別人破腹罵街 然後他想要表演 我被拉去陪襯他的表演的時候 就是我要看起來爛嘛 我要看起來爛跟笨 他要顯現他很好 所以這時候 我要能包容他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能夠跟我 被他投射的那個爛的我切割 或是分離 不然我就會為了那個去奮戰 因為我不想覺得爛 這中間有一個很高超的心路歷程吧 你真的是很棒 我跟你講這個分析真的很棒 你要跨出那裡的 因為我們會不甘心嘛 對不甘心 我明明是個優秀的人 我明明乾乾淨淨 為什麼被你演得髒細細呢 對 然後呢 這就是被泼黑水嘛 對不對 就很生氣不甘心 這個時候如果有機會 這個就分兩種了 你有機會去澄清 當然 最高的方法就是 這個髒水一接 好 一接 然後把那個髒水 往別的地方泼過去 不要泼到自己身上 然後找機會做解釋 或者是找 萬一真不行 真不行 在那個當下 好 你就是受一點委屈 我覺得 應該是 像我們這種 很努力的女生 男生都一樣 當我們很努力 在被人家誤解的時候 我們不甘心 我們難過 而且我們會很委屈 很委屈 很委屈 其實有的時候 那個委屈 就是 嗯 你說的我直吧 好 我直 你想想 人生的那個 時空如果拉長的時候 這一時的委屈 也不算什麼嘛 可是我們常常就會放大 那個委屈的感覺 哇 你為什麼要這樣 好啦 你就自己就捲進去了 我就看 我剛剛講的那一位 提醒我說 左耳進右耳出的那位 資深的那個官員 他也是大學教授出身 他常常面對更嚴苛的一些質詢 他都這樣笑笑的 他都這樣笑笑的 那我覺得真沒 我先會覺得真沒個性 哦 人家質詢他錯 你就直接說錯 這樣 怎麼會這樣笑笑 可是這是他的一個方法 伸手不打笑臉人 你知道有些人 像我剛剛講的議員跟官員 好 民意代表跟官員之間的關係就是 他不平等 他從來就不平等 在民主制度裡面 他就是不平等 所以呢 他一定 他就是要做出強者 你要做出弱者 這個時候他才會放過你 所以有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位 就是跟我蠻好的一個女性的議員 有一次他也是在議會裡面諮詢我 他凶惡辦事 我現在怎麼會這樣 後來他 那我就當然激力反擊啊 他或者是辯解 會後他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 然後跟我講 树神 我們 我沒有要為難你 但是 女人啊 不要認為 不要那麼好強 有的時候也要示弱 我當時也聽不懂 我心裡想 沒事你示什麼弱 對不對 今天我的位子 我不能示弱 因為你誤會我沒有錯 所以有的時候要示弱 這樣人家才會幫你 否則你永遠都是這麼強 你這個也會那個也會 這個也行那個也行 沒有人會幫你的 他就這樣講 我當時還是真的不懂 我事後現在回想起來 是啊 其實你跟人跟人的這個關係 真的不必硬碰硬 哪怕是原本是屬於 一般認為該對立的角色 你也未必一定要硬碰硬 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啊 很多方式更圓融的方式去面對 那這個時候 當你要圓融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吞下你的委屈 對 你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啊 我幹嘛要這樣 當你一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心甘情願 所以我記得是星雲大師 星雲大師曾經有一本書 書名就叫做心甘情願 你聽你做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心甘情願 你為你的孩子做便當 色香味居 因為你心甘情願 你為你的父母親 帶他們去旅行 然後中間有很多 他們因為行動不方便 你有很多很多 造成你困擾的地方 但是你心甘情願 當你的心態一調整 我做這件事是 心甘情願的時候 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不平跟抱怨 都可以壓到最低的程度 心甘情願 委屈 要能把它吞下去 黑水最好能夠 把它轉過來潑掉 自己的空間 而且不能潑回去 不能潑到 潑回去一定更大桶的過來 以前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就會 你潑過來我潑回去 這是我們以前的心態 現在想辦法 那個水轉到別的地方去 讓它自然流血 不沾很近 是 我覺得剛才說的 這個真的是 包括我自己都會覺得 非常的受用 想要好好的 再往這個地方 讓自己能夠更成熟 或者說更圓融 我不知道剛才說的這些 是不是也適用於 像我們很多的朋友們 很在意的 像感情 或是婚姻的狀況 例如說 我們剛才說到 跟人之間 類似有些衝突 或是意見不合 我覺得人生還有一個 很大的苦 就是所謂的 像我們說 愛別離 那我知道 我收到很多 因為我回答很多 兩性跟婚姻諮詢的問題 其實每天都有 昨天的信像裡面 有好幾位聽眾朋友 在說 失落感情的事情 我剛剛在聽您談的時候 我一直不斷的想到 這兩天有聽眾朋友的來信 就是說 例如說有一位說 他覺得他為這段感情 付出了很多 但是在某些地方 其實他覺得他並沒有做到 太不合理的狀況 可是兩個人 的確對某些事情 意見不合 特別是關於 互相 可以約束到什麼程度 那他的伴侶可能是 比較需要自由 或什麼 例如說 如果是 他自己一個人 出差或外出的時候 幾乎是處於不聯絡的狀態 所以這個女性朋友 就會覺得非常的擔憂 但擔憂他也非常的克制 可能只是事後抱怨一下 或殺點 脾氣這樣子 結果對方就堅持要分手 對方就堅持要分手 那他也不想去應酬 因為覺得應酬 可能沒有用 對方非常的堅持 可是他就非常的痛苦 我想我也回答一下 我們這位聽眾朋友的來信 今天跟蘇珊姐一起來回應 我們不能說回答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資格回答別人什麼 可是就既然你寫信來 我們也很關心你的感受 我不知道這種感情上 我想我可以感受 這位聽眾朋友感覺就是說 我真的有做錯那麼過嗎 然後我也願意再溝通 為什麼對方就突然這麼決決的 就是要把我拋下 所以她被擾動了很多 例如說自己其實不被愛 或不被在乎的感覺 然後覺得非常的痛苦 而且她是一個 一直都自我要求很高的女性 對對 所以我不知道說在這個地方 她可以怎麼樣去放下 或什麼她有一段問我說 她是應該再努力的去挽回解釋 我個人會覺得在這個階段這樣做 也許沒有什麼用處 那她如何安頓自己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蘇珊姐來給她一點鼓勵 這個問題其實蠻大的 安頓 但是我覺得惠文用安頓這兩個字 真的很棒 因為你現在的心 已經被這個心的狀況給擾動了 所以你怎麼樣安頓或者是轉移 以我個人來講 我是靠轉移 把我的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去 而不是陷入某種無助 或者是委屈不平的這個情緒當中 我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多多少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際關係的挑戰吧 那一定有時候也會有失落 或者說你付出沒有得到相對的回報 對 一定會有 這個時候就是我講 你付出的當下是心甘情願的 那就不要計較結果 這當然是事後的這個聰明 但是我覺得當下 惠文剛講的安頓 先把自己的心情 心安住 頓 頓就是找到一個醫指之所在 你一定要有一個可以讓你心情能夠得到依靠的 不管是一個工作 不管是你的嗜好 不管是你做一件事情 有些人他就是他去走路 有的人他去做瑜伽 有的人他去做園藝 一定有一兩樣是你喜歡的 甚至像我喜歡看表演藝術 當我投注在一個戲劇舞台劇的呈現的時候 至少那兩三個小時 我是不會去思考這些事情 我會把我自己先focus 投注在一件我喜歡的事情上 這也是某種程度的安頓 你要先安頓才能到思考下一步 我們先讓大家也安頓一下進個廣告 好 等一下回來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先安頓 例如說在起起伏伏的心序 混亂的心序之外 我們可以轉移或者做一些 讓自己可以有一段時間心智穩定的事情 這樣就會慢慢的有幫助嗎 還是說那只是逃開回來的時候 事情是一樣亂 還是藉由這個安頓 每次回來的時候 事情又會慢慢的沉澱清明一些呢 我覺得是後者 因為你要先安頓 你的心平靜了 你的頭腦才會清楚 所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的安頓 照說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能量 所以你的準備的 就是如果我們當成 當自己是一個蓄積能量的一個容器的話 每一次的安頓 這個有很多方法吧 每次的當你身心安頓之後 得到一些力量 累積累積累積 那你自己本身的能量足夠的時候 你才有足夠的 包括你的體力 包括你的頭腦 包括你的智慧 去面對這些狀況所帶來的 可能後遺症 比方說你要繼續溝通 我還要挽回這段感情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 那是不是就先放他吧 先大家彼此冷靜幾個月 再思考一下 還是你就 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一定有新的人 我要去查 我要找真心事 你知道你在不同的心境情況 你做出來的判斷 跟你的做法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安頓很重要 那每一次的安頓 其實都是讓自己獲得新能量的一個方法 跟一個後盾 這個我真的覺得 人就是不能衝動啦 真的不能衝動 那當你在失去理性思考 或者是你極度 極度負面情緒的情況之下 你做出來的各種舉動 通常都會帶給你更大更大的悔恨 所以千萬不要 我想要重複 我想要重複剛剛那句話 就是在極度負面情緒下 衝動做出來的事情 通常都不是 就是會引起更多的後悔 而不是往事情 更好的方向走 你極度負面情緒 在講出來的話一定不好聽 對 一定不好聽 對不對 就是有的時候 夫妻兩個好好的 一個小事情吵 然後另外一個 就離婚吧 或怎麼樣 然後有時候就不可挽回了 或者直接極度憤怒之下講出一句 非常傷害對方的話 話說去就收不回了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那是不是也還有一個 同樣的就是說 例如說在極度的恐懼 跟極度感到失落的情緒之下 即便說出來的 看起來是討好的話 也許也不爭對不對 也許是因為很想要 避免某種失落 或逃避某種恐懼 也許你說的根本不是 你以後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罵對方 還是去 基於很怕失去對方的狀況下 去道歉去挽回 也許都還是很混亂的 不是真正能夠解決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在情緒很強烈的狀況下 好像要自己要 先把它沉澱一下 聽起來是 才能知道真正的結果 其實就是避開你的情緒波動 對 情緒波動 因為就像血糖嘛 血糖不能夠忽高忽低 你的情緒也不可以忽然高忽然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常常講說 當你得意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得意忘形 當你失意的時候 絕對不要失去自我 我覺得很有道理 就怎麼樣讓你的情緒 如果它是個儀表板 那它上下的波動可以維持在穩定 不要上上下下起伏 一下子非常非常hyper 然後一下又非常low 這樣的話 對你自己也很不好 那這個就要透過訓練 透過訓練 你不會因為外境的變化 而影響你自己 所以呢 我們常常講 這太棒了 修 我常常講 大家學佛學佛 我覺得學佛真的不是每天念阿彌陀佛 我覺得學佛學的是一個心境 我很喜歡那個字 你學一個定字 定 穩定的定 就是你遇到外境的各種干擾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的把這個外境 可以造成的這種impact 這種衝擊降到最低 對你的心傷害到最低 你不要一下哇 整個人就崩掉了 那你遇到很開心的事情 也不要一下子 哈哈哈哈 你知道 人這不可以 每一個念頭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就是 自己一個定字 當你有那個定字 遇到 人生的這個喜怒哀樂 都不至於傷害你 或者是影響你 你知道嗎 就是你可以維持一個定 你不會too much 不會太多 不會over 這個是蠻重要 雖然我想這也是一輩子的學習吧 那總之呢 我們在學什麼 我們就是在學 如何在變動的環境當中 維持自己的一個定 那這個定就是你 你的quality 跟你的personality 這是你原來與生俱來 但是你可以透過 我剛剛講的逆增上 原來增加你的quality 跟好的特質 人的精英都是 都是一樣的嘛 都已經下來天生注定了 這是你的天生的quality 天生的personality 但是你透過學習 透過精進 你可以讓你自己的personality 跟你的quality裡面 更有這個定的這個成分 讓你成為一個很堅固的個體 而不至於受到外界的打擊 然後就被整個就會變形了 哇這真的是今天太棒的一個結論 我想大家一定都跟我一樣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會重複的一次一次的來聽 尤其這個定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 就是在人生當中 用一個更開闊的方式 慢慢的朝向這邊去努力喔 那今天非常謝謝蘇産姐 跟我們做這麼多的分享 我自己真的覺得受益良多 聽眾朋友如果有什麼樣的回饋 歡迎在我們的youtube跟podcast下面留言 祝福大家能夠不受外境的影響 想找到自己的頂 謝謝您蘇産姐 謝謝 祝福大家 謝謝所有的聽眾朋友